郝主任 正好现在只有咱们两个 有件事我想请您帮个忙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别着急 如果刘晓莲这次再不怀孕 我会用一种新的治疗方法 帮她试试 我不是这个意思 怀孕这么辛苦受罪 我不想要孩子了 这可是你父亲这一辈子的心愿 而且刘晓莲在婚礼上 也向大家表过谈 她不会让你父亲失望 况且 老人家现在这种 郝主任 我明白 其实我很想要孩子 毫不夸张地说 我比谁都想要这个孩子 你还记得团团吗 我现在时常会梦到她 每次梦醒之后 我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缓过劲来 她就像我的亲生儿子一样 一个失去孩子的父亲 而且想得到孩子的心情 你应该能理解 我理解 我当然理解 但是失去了 就是失去了 团团再也回不来了 我们活着的人应该好好活着 幸福地活着 我想 这也是我父亲最终的愿望 孩子呢 我希望是顺其自然 我不想因为是我要孩子 让小莲受这么大的罪 我心里过于不去 她比较听您的话 我想请您帮我劝劝她 行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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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